好 來 我們來看看一些題目 動考時間 這裡有個圖 凹下去的叫做河谷 凸起來的叫做山區 有個號碼 號碼越小的表示越老 所以底下比較老 上面比較年輕 停車戰戒問 好 這是圖 停車戰戒問 河谷是什麼構造 你目前也只有學過一個構造是折皺 全部學完還有什麼斷層什麼之類 現在沒有 現在就只有折皺 就只有象斜跟背形 就這樣子 河谷是啥構造 河谷是啥構造 來 帥哥美女 停車戰戒問 我們請 這是幾號 沒有號碼嗎 不會吧 有 22 22 PLEASE STAND UP 河谷 凹下去的地方叫河谷 那有何的地方叫河谷 啥 不會喔 呵呵呵 老師的教育很失敗喔 叫了半天還是不會 請坐 河谷怎麼構造 河谷怎麼構造 凹下去叫做背向斜嗎 不是 不是 要看下面的叫做 那山區是怎麼構造 山區是怎麼構造 山區 有沒有一個可愛小女生 我找不到可愛小女生 我都抽到男生 為什麼都只有男生 豬啊 為什麼都只有男生啊 10號 10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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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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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誰 起立 山區怎麼構造 不知道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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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3區 這裡是什麼 凹下 這樣是 要有什麼斜 向斜啊 向斜啊 這要向斜啊 這個的重點在哪裡 這個時候你要告訴你 我剛剛講過 你被我看到楊明山 啊楊明山突起來 那要背斜 啊那要向斜 那是錯的 那是錯的 要看的是圓層的 彎區 所以你不是看表面的起 不是要看圓層的彎區 OK 好 圓層的彎區 好 這是一個 下一個 這有三個黏土 有紅色 黃色 藍色 藍色放最下面 藍色放最下面 黃色放最上面 然後呢 疊好以後呢 一擠 這不是有個彎區嗎 折皺嗎 欣賞一下 哪邊向前哪邊背起 欣賞完之後 拿一個刀片把上面切掉 你要切平的也可以 你要切鋪浪段 你可以隨便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呢 停車站電位 用小刀把上面切掉這個作用 相當於我們過去教過的什麼作用 把上面切掉這個作用 相當於我們教過的什麼作用 Number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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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作用 輕蝕 輕蝕作用很好 好 答案叫做輕蝕 好 答案不是有顏色嗎 切開以後 你從上面往下看 原來是背斜的地方 顏色怎麼分布 就是考剛才那個對稱性分布 老的在中間還是年輕在中間 OK 答案就是什麼 紅藍紅紅藍啊 黃黃紅紅藍啊 這種答案 你幫我從左邊印到右邊 顏色分布 如何分布 考剛才的對稱性分布 誰在中間 如果你弄的是一個背景 它的那個藍色在最下面 有什麼意思 最老 黃色代表是最年輕 所以它顏色應該是如何分布呢 停車站借問 有沒有一位帥哥男 有沒有一位帥哥男 為什麼沒有號碼 三六 帥哥男 你的答案 紅紅藍紅黃黃 好奇怪的答案 請坐 黃紅藍紅黃 黃紅藍紅黃 請坐下 背斜構造 老岩層在中間 藍色最好在中間 旁邊年輕 所以是 黃紅藍紅黃 OK 那同理 如果你挖到這個向前 你挖到這個向前 顏色又如何分布呢 顏色又如何分布呢 停車站借問 我們 我們找一位 可愛小女生 抽不到可愛小女生 四號 如何分布呢 對不起 請坐 請坐 以上 就是在考慮個什麼東西 對稱性分布 對稱性分布 誰在中間 藍雅國中斷考 賴黃川師出過 賴黃川師出過 OK OK嗎 我也出過了 不過我出的時候慶祥比較好 我把該期的字都寫了 你看一看就知道答案了 就是看完就 就是沒有先學過 看完也應該會了 所以就這樣子 大家了解嗎 OK嗎 OK